如今我国的洲际导弹,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,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。 就在一个关键的时刻,有一个国家叫我国伸出了援助之手,它就是白俄罗斯。 他们对中国的友好,让洲际导弹这个国之重器,能够发展得更为强大。 虽然在此之前,我国的研发工作也有非常不错的进展,但是一直以来都被困在一个技术难题之上,假如这个难度提得不到解决,这项武器的发展,可能会一直处在一个瓶颈的阶段。 长期以来地形发射这种方式都是我国的主流,虽然导弹满身已经足够吸人眼球,它的存在足以震慑别国。 但是这种静态的发射方式,毕竟有诸多限制,在灵活性上有所欠缺。 在战斗中,很容易就会被敌军锁定目标,因此,它的实用性并不算高。 而另一种是发射方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,它需要它栽在重型千年车上,而这种技术正是我国所缺乏的。 必须要增加导弹的机动能力,才有可能将让这项武器变得更加灵活,战斗能力才能得到增强。 这些重型导弹牵引车,牵涉到一个我国的一个技术锚点,就是它的自动变速技术。 这份来自于白俄罗斯的礼物铃,我国在当时面临的难题上找到了突破口,让我国的机动部署得以实现。 这个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,人口也不多,但是,它们的工业技术非常先进,因为苏联的解体,给它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工业。 基础,这个国家也有一些走在国际尖端的优势,而这些技术都集中在重型设备上。 它们的友善给我国的导弹发展带来了曙光,将这些庞然大物的作战使用性,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,我国在国防上的综合实力,也得到明显的提高。 因此,白俄罗斯的这个举动,对于我国来说,可以说是意义非凡,有了它们的帮助,我国的武器研发,能够得到突破性的进展。 导弹是维护国家安定,提升国家实力的关系一步,有的人将它们成为我国的第二位巴结,这足以看出两国之间情谊的深厚。 更有不少人认为,中国军工的发展,还要得。